哈喽大家好,这集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,我是爱你们的咪麦,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科幻短片《旁观者》,黑眼中一个女人伤心地说道,我想回去,我不属于这里,房子整齐花衣的社区中,一个广告牌静静地树立在这里,上面写着新的生活,一个伟大的行程,社区内有老人在除草,一切都显得安详宁静,女人在房子里做着家务,俐落地装修风格, 让房子显得很干净,却也失去了温度,防风警报响起,女人呆滞地转头看向窗外,是一个火箭正在飞向遥远的地球,社区内的巨型建筑下有一个纪念碑,纪念他们所进行的伟大旅程,他们没有抛弃地球,而是选择自己流浪,明天最后一艘火箭舱将出发,那是最后一个回地球的机会,在永远离开之前,这两年水土适应的目的,也是为了决定你到底想要什么, 在执行伟大旅行之前,有人改变了想法,决定乘坐火箭离开的卫星,他们无法允许自己简单快乐,即使那颗星球上什么也没有,因为那颗星球上的能源太匮乏了,存在诸多的初级问题,阻碍人类发展, 这个卫星政府倾注了很多心血,让大家编制如归,达到了一个目标,成为了卫星上的最好社区,拥有超过40万居民,女人听着这一切哽咽了,房子里的男人也察觉到了她的异样,却也无可奈何,床头摆放着许多相框,是这对小夫妻的合照,显然他们在地球上都过得非常快乐,他们的笑容是那么的甜蜜 还有一张女人出海冲浪的照片,女人呆呆地躺在床上,看着天边那颗遥远的星球,那是自己曾经的家,男人走过来躺下,女人却坐了起来,他们之间似乎有了一层无形的隔阂,尽管这颗卫星上风和日丽,一时无忧,但对女人来说,这只是生存,而不是生活 她取下了一床晒着的床单,自己制作了一个简易的小翻船,就像自己还在地球上一样,居性建筑的中心刚好是遥远的地球,下方纪念碑上的居民人数不断跳动减少着,防空警报再次响起,最后一艘回到地球的火箭升空,数字也停了下来,女人拖着小船在围墙里哭了,这意味着她永远被囚禁在这个地方了,为胸与地球渐行渐远 女人拖着小船,在柏油马路上费力地走着,直到她再也看不见那个无比想念的家园 这部片子的概念很像机器人总动员,人类为了生存,被迫离开地球 在太空飞船里生活,地球与人类来说,意味着毁灭,也意味着新生 趁我们现在还拥有着能拥有的一切,好好去享受每一天的生活吧 好了,今天的电影介绍到这里了,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,我就陪你一起好好生活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,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地产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